方山子传 苏氏 方山子 光簧间隐人也 少时目诸家郭姐为人 屡里之侠皆宗旨 稍壮 折结读书 予以此驰骋当事 然中不遇 晚乃顿于光簧间 曰 骑亭 安居书四 不与事相闻 汽车马毁官府 徒步往来山中 人莫时也 见其所着茂 方颂而高 曰 此起古方山观之夷相呼 因未知方山子 与折居于黄 过其庭 是见焉 曰 乌乎 此无故人 臣造长继也 何谓而在此 方山子亦取然 问于所以至此者 于告之故 负而不达 扶而不达 忽于肃其家 还赌消然 而妻子奴婢 皆有自得之意 于记悉悉之 读念方山子少时 十九号见 用财如粪土 前十又九年 于在齐山 见方山子从两记 习二使 由西山 却起于前 使记逐而赦之 不惑 方山子怒马读出 一发得之 因语于论 用兵 即古今成败 自卫一世豪事 今几日耳 精悍之色 游陷于眉间 而其山中之人哉 然方山子 是有勋法 当得官 使从事于其间 今以显闻 而其家在洛阳 原宅壮丽 与公侯等 河北有田 遂得薄千匹 亦足以复乐 皆弃不取 独来穷山中 此起无德而然哉 于闻光黄间 躲一人 往往洋狂够屋 不可得而见 方山子 躺见之鱼 往洋狂够屋 词 argued 如七 词